崔永元,我的目标只有冯小刚,躺枪那位大佬对不住了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y World。 外界注意到图片中,除网中军和冯小刚这两位被催列为首要打击目标的华裔核心人物外,还有知名演员张国立,令人意外的是还有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的图片。 如今事件已经发展到调查娱乐圈明星偷税漏税等行业步伐行为,崔永元的意志合同导致影视传媒股票整天是直缩水上百亿。 他撕开娱乐圈逃税前规则,引发了吻于圈股票市场的震动。 华裔兄弟开盘几乎跌停,市值蒸发约20亿元,范冰冰作为股东的唐德影视开盘跌于6%,光线传媒也跌于5%,这种大规模的行业股票暴跌,让人看到了崔永元的威力,也看到了投资影视圈的巨大风险。 也许范冰冰冰的次番公益获得了崔永元的认可,或许范冰冰放下姿态,私下求和,请崔永元原谅自己。 无论怎样,崔永元暂时选择了放过范冰冰。 并在昨日晚间,向受到牵连的范冰冰学番刘振云女儿刘雨林三位女性道歉。 崔永元表示,4天6千万的涉事明星并非是一个人,而是一个团伙,但与范冰冰无关。 而且行业偷税漏税现象比大家想得严重得多,涉及金纳远超目前曝光金额的10倍以上,如果举报对方只有死路一条,崔永元选择暂时不说话,是给对方一个自首的机会,并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。 纵观整个事件,我们都知道崔永元其实本身并没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,本来是私人恩怨,如今闹得满城皆知,且让影视股票发生震荡,让娱乐圈里的从业者人人自威,并非他意。 他在接受采讨时也说过,他并没有如此大的正义感,去揭露一个行业的潜规则,私人恩怨私下解决,如今上纲上线,还是因为当事人的灯鼻子上脸。 从道歉事件可以看出崔永元有向回收的打算。 刘振云在《一句定一万句》中说过,人要一度上气,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,只想能气着别人,忘记也耽误了自己。 如今,崔永元已经达到了目的,虽然引起行业的轩然大波在他的意料之外,但迄今此一折腾也消得差不多了,目标也便明确了冯小刚才是自己要对付的人。 崔永元说,他的目标只有冯小刚,商级无辜并非本业,也给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致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